要跟资料互沟通的话 当然共通语言就是seql 这个是一种命令式的语言 你跟他讲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要新增一笔资料的话 就insert into 到哪一个资料表 所以这边你可以往下找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所以资料库把它放在这里 就是问题一的ACDB 刚好在我的seql旁边 所以我的seql旁边的话 那我可以用一个叫this workbook.pass 点pass意思是说 我同样的路径底下会有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资料库那我可以找得到 但如果未来你放在不同路径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指定在哪一个路径 我等一下我那个范例程式里面 是this workbook.pass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先把这个s就是资料库打开 然后里面的话会有个问题01 打开在里面是空的 你按右键的话有个设计有没有 检视 刚刚是用按右键 直接点两次打开 里面的话就他的结构 这个结构部分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可能必须要注意 反正你就是大概栏位名称 结构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 要跟资料库沟通 我要写一笔记录进去 以前我们是直接填资料进来 不过现在假如说 我不是用手动填的 我希望跟他沟通 而且我是要用sql的语言跟他沟通 sql语言如果我们可以沟通的话 那将来excel里面呢 也可以透过sql语言跟assess沟通 ok 那特别最好 sql语言是共通 不见得是assess 只要是资料库他都听得懂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怎么跟assess用sql语言沟通 你可以从建立里面有个查询设计 不过可能 因为我们主要不是加assess我们主要是知道要做什么 那如果我要执行sql的话 在assess里面他有一个叫做查询设计的功能 所以你建立查询设计里面 把它先关掉 关掉里面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把它插插掉 请你看左上角是不是有个sql 这个sql指的是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些东西 ok 那比如说你今天要跟那个 那个什么呢 跟assess讲说 请你帮我增加一笔资料 这个资料就是姓名什么 身高体重 性别什么什么的 那你的叙述方法就是insert into 因为实验关系 而且这个 这一段就是这个insert into 到问题一里面这一串 假设我现在先用这边来叙述一下 就是这个都固定的 所以以后讲规还是要熟悉 前面一定是insert into 那大小写没区别 你可以打小写打大写都没关系 问题一指的是哪一个table 前后都有空白哪一个资料表 刮壶后面是哪些栏位 空一格values再空一格后面就是你要加什么东西 到这五个栏位里面 那里面可能后面values后面这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那个资料形态是什么呢 是简短文字或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有没有看到他一定是什么呢 前面跟后面会多什么 多单以号 但是如果是数字就不需要哦 有没有 身高体重不用嘛 性别男女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是简短文字有没有 如果是文字类的哦 就前后都要单以号 这个是固定的哦 这个规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哦 那如果你不加好像会产生错误了 不过有些资料弹性还蛮大的 那我们最后呢 在上方有一个执行 如果你按下执行的话 意思就是怎么样 跟他沟通一下 请你帮我把这个语法告诉SS 那SS就会帮我把资料呢 如果你里面的语法没错 他看懂了 他就帮你把它写进去了 所以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诶这个时候呢 你的语法里面没错哦 您正要新增一笔资料 有没有按4 这个时候呢 你在切到问题1里面哦 你会看到里面的资料 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 因为要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OK 一定要整理哦 因为之前有东西 老师我写进去 为什么没有出现 没有整理了 整理一下就出来了 好啊大概是这样哦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需要懂得什么叫C口语言 其实就是跟资料或沟通一种语言 第二个呢 你需要知道就是说呢 在沟通语言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两个 一个是把资料写进去 就是insert into 第二个的话把它查回来叫slate 另外还有另外两个可能比较次要的 就是修改跟删除 这边都有 范例的 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是insert into 如果你要查询的话呢 就是叫slate 如果你要把资料全部查出来 就是slate 所有的 这个stars的是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个table 问题01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就update 哪个table delete的话就删除 所以大概资料或沟通 最重要四个指令 新增查询修改三个 其实大概这四个就够用了 而且很多程式写来写去就写 这是什么 你不是其他不重要 其他也重要 只是用的比较少 那你最重要是要掌握这四个 好那接下来的话当然我们第一个知道seql了 第二个如何在那个ecell里面可以去增加一个什么呢 就是跟access讲你帮我新增这个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请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边呢请各位再切到ecell里面 那我们在这个底下 再增加一个按钮 ctrl 键按住好了 这个按钮名称 也许 name改成b3好了 也许这个是按钮第三 然后这个就是新增 那我们先练习先新增一笔就好了 我们不是新增全部 所以待会会新增一笔 OK了 再来想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很简单 现在跑个回圈就好了 从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里面呢分别帮我insert into insert into就好了 他就会全部的资料都insert过去了 那怎么一新增呢 特别的注意 打开来 b3 click 那特别的注意 你要怎么样跟那个s的沟通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就一个外挂 他叫ad o ad o 我放在哪里放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那个我们云端上面 有一个怎么样产生ad o的相关的说明 其实呢ad o呢 他主要的用途 就是要跟什么资料库连线 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建立连线 一set 利用set 产生一个物件 mycount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件 后面有个固定的用法叫create create object是把外部的这个一个元件 其实就dl 帮我载入到什么呢 载入到记忆体里面 变成一个mycount的一个物件 所以特别说实际上create object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硬碟里面的某一个 函事库载入到记忆体里面 变成一个物件的过程 所以其实那你想说为什么要载入到记忆体里 因为如果你没有载到记忆体里不能使用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 那我把这个程式稍微把它直接拿来用 这个地方 那你们待会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说明里面的流程 我们等一下再来实作看看如何把一笔资料写到那个 access资料库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比如说包含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重要有四种指令 insert select update delete insert insert